当一个时尚美女与虔诚的修行者是没有冲突的 佛法智慧博大精深 即便我们只从佛法的大海中取其一勺 亦能让我们更加具有智慧 获得身心的提升 从容淡定的面对生活 并最终解脱 作为入室修行的在家居室 人生的改善 事业的成功 家庭的幸福 才能显现学佛效果 所以学佛者的人生主题 就应该是自身福祉的增长 家庭环境的改善 事业上的进步 女居室的显现则更加离不开 内在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 尤其是修行准提法的女行者 更要展现美丽智慧富贵成功的一面 以身为法度众生 准提法在古代 一直是王室贵族才能修行的富贵法门 准提咒的六 特点之一是入室圆容 在世间的名利富贵追求中 圆满自己的法身会命 因时送准提咒所求之事尽得罪心 一切罪业亦得消灭 自然超凡入圣 作为准提菩萨化身的准提行者 如何显现准提法的入室圆容 是做一名时尚的修行者 还是一名素面朝天的修行者 哪个更具有影响力 自不代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